抵制诱惑 随顺随缘 有一句话说 不进则退 在学佛中 当一个人不能给自己制造一些压力 来让自己有上进能力的时候 他就是在倒退 所以佛法借降 精进特别重要 精进就是要努力地去学习 要奋进 当一个人对某一件事情觉得没有兴趣的时候 他就会在这件事情上出问题 如果你对自己的肠胃没兴趣 你不去当心它 可能你的肠胃很快会出事 如果你对自己的家庭没有兴趣了 你的家庭很快就会出事 学佛的人要懂得精进 你们在做的人 如果谁学佛没有精进 就已经是在倒退了 永远要懂得 不进则退 一个人在骑自行车的时候 如果脚一直不去用力 自行车不但会停下来 遇到上坡的时候还会倒退 学佛只有往前进 没有往后退 师父很爱惜你们 你们在澳洲的弟子 想想全世界各地的佛友 他们很难见到师父 他们比你们精进 很多人在澳大利亚 没有感觉到在师父身边的快乐 一旦回到其他地方 别人知道你在师父身边学佛学法 人家会把你当贵宾一样 像你问一些师父的情况 很关心你们 觉得你是师父身边来的人 道理都一样 人要知福 如果一个人不能理解这些 会在家庭 孩子 生活中 或所有的感情上 慢慢都会往后退 学佛只有好好的经济 真正成为师父的弟子 不只是要你们念经 还要你们懂道理 要你们懂得白化佛法中 佛的真谛 真谛不是要你们在人间怎样 你们知道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吗 在人间修得再好 目的只有一个 以后要无疾而终到天上去 想一想 你们离这个目的有多远 到人间来 从父母这里借了一个身体 用这个身体 在人间尝尽 甜酸苦辣 吃尽苦头 最后 又不得不把这个身体 还给地球 然后 架着自己的灵魂离开 什么都没有带来 什么也没有带走 人就是这么可悲 为什么还要在这个人间 天天去追 去求 学佛 要真正学到出世法 出世法就是 要把人间修掉 我到人间 是借我这个身体 把我真的本性修出来 而不是为了 在人间拥有任何的享受 也不是为了 在人间拥有 长久的生命 入世法 与出世法 意味着 你修的是小成佛法 还是大成佛法 救度众生的人 是大成佛法 就知道修自己的人 是小成佛法 但是 必须先懂得小成佛法 先要自度 救自己 以后才能救度更多众生 如果一个人 一味地追求 自己的灵魂干净 但是 不知道怎样去帮助别人 他失去的是众生 也得不到太多的自己 如果一个人 整天为别人着想 他看起来是付出 实际上是拥有 我们追求幸福也罢了 问题是 追求的 往往是要比别人幸福 我们在人间 修好自己 追求到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 去追求比别人好 这是造成 贪心的根 人不能不讲理 不讲道理 是一个缺点 硬要讲理 是一个盲点 没有道理 却要讲出道理 会让你走进 迷惑颠倒的死胡同 不讲理 已经不好了 硬讲理 更不好 夫妻两人 一个不讲理 一个讲理 家里有什么事情 很快 烟消云散 如果一个不讲道理 一个没有道理 却硬要讲道理 很快就会 失去真正的道理 就会失去理智 修心人 修到最后 要有理智 我们道德缺少 道德需要智慧来提升 如果一个人 没有智慧 不理解这件事情 是好是坏 他就会失去理智 失去道理 所以智能的缺陷 永远不能填补 道德的缺陷 如果一个人 连道理都不懂 他就什么都不懂 就什么都会失去 人间佛法 首先要懂得 人间的佛理 要懂得 让自己的心 怎样更如理 让自己的心 能够平衡 让自己的心 能够安稳 让自己的心 能够平静 修心 就是修你的行 人间会有很多的诱惑 很多人在诱惑面前 抵挡不住 在钱的面前 抵挡不住 在美色面前 抵挡不住 抵挡不住诱惑 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诱惑 如果经历过诱惑 可能就不会迷惑 但是不能总让自己 经历那些 伤害自己心灵的诱惑 因为每一次诱惑 都会让自己的心灵 受到很大的伤害 诱惑的大小 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不要去接受诱惑 在钱的面前不动心 在男女之色面前不动摇 在利益面前 坚决心不动 这就是佛法界讲的 静转而心不转 环境再怎样变化 我自己的心也不变 今天有这个家庭 我很开心 就满足吧 如果看到别人的妻子 或者丈夫 你动心了 只要动心 虽然没做任何事情 你已经是 心随静在转 学佛要真正理解 佛的真谛 就是无常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事情 都是没有长久的 既然没有长久的 为什么要去争去强 很多人 就是因为去追求那些 得不到的东西 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让自己心痛不已 很多人婚姻失败 自己没有找原因 为什么我会失去老公 为什么家庭会破裂 所有的一切 没有多问自己 几个为什么 而一味地质问对方 把自己做错的 所有事情 都归结于对方的 思维和行为中 失败 并不意味着 你在浪费生命和时间 因为失败表明 你有理由 可以重新开始 但是 这个重新开始 要付出代价 学佛人 谁没有付出代价 付出时间 付出精力 我们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我们变得这么憔悴 心灵经不得 一点忧伤 我们每天在痛苦 烦恼 折磨中活着 而且活得没有意义 因为当一个人 不能救度众生的时候 他活着 就像一个活死人 只有当一个人的精神 真正融入到 为众生利益而奋斗 去做更多好事的时候 他才是一个 有益于人类的人 有益于众生的人 有益于子孙万代的人 有益于自己的人 天天为生活而活的人 是没有意义的 让生活为我而活着 就能驾驭这个世界 不要被生活牵着鼻子走 而是要让生活跟着你走 佛教中经常讲随缘 随缘谈何容易 当你失去某一个人的时候 人家说随缘 你会非常痛苦 解脱不出来 随缘要在心里顺缘 顺缘就是顺着这个缘走 既然这样了 先顺着它走吧 然后才能随着这个缘分而动 就如流水一样 小河的水要经过千南万险 才能流入大海 就犹如我们的生活一样 我们要归入大海 要越过多少障碍 小河千条归大海 有时候 水被前面的石头堵住 水马上就会分成两条道 继续往前流 哪怕再远的路 它们也会继续流 一直流到能够顺应自然 进入大海 就如同我们的人生一样 我们很多人 撞了墙都不回头 谁没有困难 碰到困难 应该低头而行 家里有难了 必须低下头来 家里要闹离婚了 必须暂时改变自己的习惯 因为我们改变不了别人 我们是学佛人 要先改变自己 顺缘 随缘 就是顺着因缘去做 今天和孩子有缘 就好好教育他 抓紧时间去帮助他 如果以后孩子 和我没有缘分 离开我了 我只能尽自己的心 去随缘 这时 如果一定要将这个缘分 掰回来 一定会折远 就是把缘分折断 懂得这些的人 就会随缘 如果发觉 自己今天事业很顺利 赶快多做一点 如果发现 今天很倒霉 最近很倒霉 就要赶紧好好修行 不该做的 不要再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